大家好 新年流流 我猜不到2024是我的 這些叫什麼年 龍年 龍年 我只知道是黑仔年 真的從頭黑到腳 為什麼呢 我大年初一 晚上九點 原來被Youtube修我皮 為什麼修皮呢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那豬頭友和另一個朋友 還有一個聽眾 好好心地傳了一個鏡頭給我 他說什麼 說到Youtube說你又不知道什麼自殺 還是那個Pizza 是不是防自殺 還是瑪莉薩協會 其實我說的都是導人向善 我最多說一下 郭福成哥哥 不是做警察還是做金譜 一會兒主著嚴明熙 14歲加N個月 一會兒又男又黃 最近得罪得最多的 又是因為他們而令到我多了 多少 兩千人 對兩千人 一個月多了兩千人 的李隆基和沙拼 如果是因為這些事情 即是咬開口盯著你 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那都只能怪我自己 唉 衰多口 那不多口怎麼有頻道說 口水多到滔天巨浪地管過來 不過有些不開心的 嘩都說小都 總結 突然停止了 又說你這樣那樣 YouTube在那裡 什麼呀 山水喉 我心想我一萬人都沒有 中培生也不追蹤我 我想大樓那次 記者知道 什麼食屎 那個珠匙八卦珠匙 陳詩拉 我想她都未必有聽 我只不過呢 這個頻道呢 是想跟大家聊聊天 那些人經常說 什麼CLS 留言 訂閱 訂閱 和讚 我其實不用你們讚 不用你們看廣告 還有啊 現在 我不知道他們那些YouTube的人 會不會聽我講 自我審查也好 你們呢 這些廣告真的不用看 從今個 從2月10號開始 我已經一元都沒有 當然啦 我沒有阿五仔 之前有一次 事故這麼panic 他說 哎呀怎麼辦呀 YouTube不能拍你啦 他是很害怕的 那一刻 說什麼 暫停啊 又怎樣啊 馬上消失了 在這個地陸宇宙裡 我是會繼續和大家吼吹的 只能夠是 可能短一點 不是短一點 不行 口水多 本身呢 Regular 我一個月大概賺 YouTube八百元左右 真是狗都不吭 奶鹽都不鹹 鹹的鹹的 鹹的應該吃死你了 是嗎 李隆基事件和沙姐事件 令到我一月有六千元的盈利 多謝沙姐先啦 多謝姬姬先啦 多謝這個千霞姐姐先啦 千霞姐姐先啦 好像別人拿金像獎一樣 逐個多謝 喂 那我會不會在場舞中 不斷拼手叫你快點 要要要要 好啦 我夠了 不說這些廢話 總之呢 如果兩個星期內 YouTube說 不行啊 你真是太過樣子 都要收皮 我連張照片都改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說我 因為我這個頻道 雖然沒有人聽都經營了 從2021年開始 有些聽眾 真的從開始聽到我現在 你進步了很多 我現在說話又快 而且不用經過腦 當然是沒什麼用 那朱隊友用家的心聲 在你開這個頻道之前 Gisella 都沒有那麼淋漓盡 直到現在的口水噴出來 那些牆都差不多有子彈洞 那朱隊友都覺得 我覺得收到 你的功力開始深厚 我覺得收到我想要的效果 至少我現在出去做 表演也好 對著客人 男人女人也好 別人也是等下班 真的這麼有空 會聽你吹嗎 對嗎 每個人都 笑你藏刀 反正你做事不要影響到我 不然你好笑 又或者不好笑 都沒有關係 他只是想插你兩東西 真的在背後 那朱隊友也經歷過 Gisella 在由社恐 步入這個 這個令別人惶恐的 一個經歷路程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繼續收聽 如果你們有機會繼續收聽 的話 可能我將來都要 好像DankQ來了 整個新的頻道 麻煩你 疑慾報 廢話說完了 4分35秒的時候 我連圖都改了 人們經常說 Gisella 你很美女 那張照片 當然不是我 講了十萬九千六百七十二次 那是一個初代的台灣網紅 零幾年的時候 她化了一個哭妝 她是跟男朋友吵架 還是分手 一邊哭一邊化妝 是那個人 那時候我還沒出來 只是催 覺得很漂亮 那些女生的照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習慣 會吵 就是什麼 Angela Baby Janice Man 很漂亮的那些 又會存放在自己的電腦 我隨便用一張照片 所以說了很多次 那個美女不是我 那就好了 講這一單 因為她自己都特地出post 沒理由不說一下她 雖然我從來好像沒有說過她 對了 又是得罪人系列 這次真的是 億萬富馬五富橋 五富橋是誰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雖然我也有看TVB 但是她的代表作是 嘩 真是不懂 你就浪費氣了 你根本連MIRROR十二指 都說不到 但她的名字改得不錯 富橋 是的 嘩 真是好像 那你叫什麼 我 我都不懂 富 都沒得富 帶來米 都是 豬油米 是啊 知來前 那好吧 吳富橋在2022年 就跟這個富家女 梁少瑩 Shirley 喂 膠油油都有兩個大波Shirley 這個Shirley 我想她的身材都很好 一看中間那條線 簡直就是奶奶有貢獻 對吧 跟Shirley結婚之後 就被這個網民 對啦 就是我們這些賤嘴又口臭又不抵得人好 的網民 豐為千億萬符馬 即是跟阿 阿 紫棋 紫棋是這個叮當碼頭 真是不知道誰比較厲害 婚後呢 兩夫妻就住在這個西貢 雙絲灣五千尺 喂 五千尺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嘩 五千尺 是不是有幾層那些 我想 是 但沒有泳池 是否有自己花園呢 有可能未必有 五千尺 我怕晚上 真的好說不好聽 如果我想找一件衣服 或者我想不知去哪裏 我找一支東西 嘩 會不會當失路呢 可能去廚房會當失路 但去廁所絕對不會 因為有支人一定有套刺 是嗎 你就知道去過嗎 不是 看TVB 看大台 TVB 拍來拍去都是那間別墅 BBQ也是 泳池 失足 然後殺死主角也是泳池 泳池 然後車輔也是那輛車 就好像人家AV 拍來拍去都是泳池 對 那個什麼神之泳池 沒錯 那些池水都沒有換過 耶 娶到這個有錢老婆之後 五庫橋經常被網友 好像張寶怡的老公 張寶怡的老公 袁偉豪一樣 被人說他軟飯王 軟飯硬吃這件事 真的不是你們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其實說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眼紅多過笑他們的 我覺得 那女子本身家裡有錢 並不是自己去選擇回來的 如果是可以選擇的 那些豬隊友都想投胎 頭過億萬富翁的爹地和媽媽 對吧 那奈何都只不過是公屋的 老爸和老母 所以永遠都說 這些事情就是 沒得恨的 但是你說這個五庫橋 找個富家和女友 那是這樣的啊 人家五庫橋是五庫橋 那是這樣的啊 你是不是不想戴啊 想一個律師信 我已經戴了 幾十歲的人 還戴不得了啊 那這個五庫橋 他選擇另一半的時候 選擇這個有錢 我覺得他沒有問題 難道一定要選一個 爸爸的導遊 媽媽又不務正業 或者是坐牢多個吃飯的 外父外母的女兒嗎 那你不會的嘛 那事遠呢 一向都被人說軟飯王的啦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又在上這個C1呢 啊原來 有錢女呢 真是不信氣啊 喂 我和男朋友 不是不是 老公 這麼恩愛 你們的死人宣宿度網友 竟然說我老公 那他呢 就做了個 長文 新年流流 做什麼長文都不是新年快樂的啦 他就說 兩個人可以走在一起 必定是有原因的啦 可能是因為累了 想安定下來 可能因為互相利用 當然也一定會有真愛啦 但無論當中的原因是什麼 那都是歸根究底 是兩個人的事而已 那些判斷就不需要參與了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尊重他人 有時尊重自己 我們也跟一般夫婦一樣 會爭吵 會磨合 也會呢 為未來擔憂 柴米油鹽 我真的 都不信啊 吞了一隻字 他會擔心 未來擔憂 柴米油鹽 真的 跟所有人沒有不同 我想我先生在你們某些人心中 一定是特別的出眾吧 不然 你們也不會因為他娶了你們口中 這樣一個太太 而為個心有不甘 為此 我還是要謝謝你們對他的認可呢 畢竟 要覺得一個人陪不起另一個人 就是對另一方的肯定啦 即是有些網友說 哎呀知道有人來 那我就覺得啊 我應該真的太多太多的 即是怎麼說 帶奔走啦 那好吧 繼續說回這個 索爆人妻先 我不是一個出眾的妻子 但也一定不會是一個很差的另一半 起碼呢 對於這一點我都是有自信的 不是我特別有自信 而是我不覺得 作為一個不偷不搶 不做壞事的正常人類 會有任何理由 不配擁有愛人及被愛的權利我知有 我只是一個人的另一半 並不是你們所有人的老婆 所以不用用你們的尺來衡量我們的婚姻 我的另一半因為她的職業 可能有很多時候不能表達她的意見 開心不開心也不能盡數 我起碼都跟她一樣 覺得還是不要影響她吧 但只實想想 我又不是什麽工作人物 不為人師表 又不是什麽紳士 我的社交帳號純素個人分享 所以最後想發表的是 任無緣人害人先害自己 清人也清己 說到尾就是 她說的 她扔得下是她本事 你不扔行得太多 完 她對的 不要辣話 不要辣話 不是我說髒話 其實說到尾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你怎麽說都好 都阻礙不了其他人 是吧 那就是她本事 首先我想說 這個女仔 Shirley 和郊遊遊那兩個Shirley 就一定是一個天一個地 以我膚淺 和整天看AV 要大波索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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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喜歡 美女大波 大家都知道我好色 那這個Shirley 有錢女 測試不測試得下 就好像李隆基 你明白我講什麽 大家 首先 你 之前 也不是 之前我有個朋友 大概200磅 他專門在Skull 認識男生 但你們不要笑 真的被他認識到 當然是SP 不會修成正果 我也有問過 那些朋友 男人說話都是賤的 還要我嘴巴那麼賤 和他們更加吹得兩嘴 那些男朋友就說 蛤 真是 很醜 都是肉好的自足 200磅 又是一個洞 好啊 我去搞一隻雞 又搞一隻狗 又或者像那些鹹羞阿伯 走去公園 插那個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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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肥婆也有人搞 那為什麼他沒有人搞呢 再加上他什麼 有錢 喂 有很多人 我之前 我是喜歡大隻 高大 那這個是我的摘偶條件 好像吳千語的摘偶條件 喂 最緊的是什麼 又不是啦 你不要說那麼多 我告訴你 癖的 殘廢的 智障的 或者唐事的 我一定要你有錢 這個是首要條件 喂 李佳欣在照顧人法國說什麼 他說他要有錢 就是這麼簡單 我沒說錯 好 我只是疾口 李佳欣說他要男士 是他某方面崇拜他的 然後他要在那個 怎麼說呢 說到最後他還是要錢 不出奇啦 是錢的 那你說男人有錢 女人很多 女生會喜歡 女人有錢也會有很多男人喜歡 同理易言 其實這個年代 沒有說女人嫁給男人 一定要男人很有錢 其實這個年代 是女權 或者是男女平等的啦 有很多時候是男人 娶過有錢的老婆 諸多也見不少啦 身邊朋友很多 喂 接下來呢 我也有身邊有朋友 快要結婚的了 他們去這個 婚紗展 一走過去 人家就說 哇 男孩子很帥 可不可以跟我們做model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你女兒很老很入 搭不上兒子 那麼簡單 我們的朋友聽到就是這個反應 那你說他們兩個為什麼會走在一起 當然是因為大家 年紀到 時間到 又或者 某些性格 各樣東西契合 那你說有沒有錢的因素 那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去 放在床下底 或者他小轉彎 那你說這個五庫橋 那很明顯他們兩個外形上有一定的落差啦 還有一件事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 記不記得 黎諾爾的老婆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個天一個地 講的是背景 講的是男家和女家那個 家庭的 怎麼說呢 家產 可以淺白地這樣說 即是木門對竹門 但是黎諾爾 有沒有被人指著來笑呢 其實沒有啊 黎諾爾可能有少少 但是沒有這個 覺得那麼厲害 還有黎諾爾也很低調 首先黎諾爾低調 說出一個重點來 黎諾爾不會臣事貌事 走去 當然是 曬她的小春 小雞子還是小春子 她的兒子的名字 她不會無緣無故去曬她的老婆 又圓下褲 那座私人飛機 你看我多貼地 坐Econ 人家不會用這些來做兼明 黎諾爾只會拍戲 做主持 是嗎 她真的做我自己的事 她回覆記者 她就說 你不要理我了 我老婆怎麼有錢都好 我現在是用我自己的錢 養我老婆 養我的子女 我外父有錢 是她本事 人家做自己的事 走自己的路 網友說完兩句 笑完一次兩次 就不會笑的了 網友不是真的那麼黑心的 除了我這些 看見別人的樣子 所以說什麼 其實我很想 但沒有 我沒有這樣的老爸 那你說 袁偉豪 大哥 人家個個都知道你老婆很有錢 但我覺得張寶欣 真的漂亮 張寶怡很多 題外話 那為什麼經常笑袁偉豪 因為袁偉豪真的很好笑 他經常不開心 不開心些什麼 袁偉豪的代表作是什麼 他的戲又不是特別好 只懂得說 經常跟記者說不開心 還有自己在社交媒體上 在罵網友 那你是不是真的沒有代表作 那五庫橋更加划算 他連一部代表作都拿不出 袁偉豪起碼叫做某些劇的男主角 雖然我沒有看 好像跟黃浩信還是Bosco 我好像看過一兩出 是有袁偉豪 他的戲我覺得還好 跟馬國明叮叮碼碼頭 但是這個五庫橋 都是一句 林作陳凱琳那些支流 你想做紫上明星 你就有些話題給別人說 剛好你是多個有錢女 那是不是呢 那你那些有錢女是不漂亮 是肥子 那就是不簡單 你不停出來曬 人家不停出來笑 是啊 有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是愛得低調 還要啊 這個人粗口都說了 那就是什麼 你覺得自己是豬西 你自己是一個 嘩 屌得下你都很本事 那就是你承認 是嗎 可不可以這樣說 還有我覺得就 你這樣的回應 我知道你捕捉了一套戲 有冤無路訴 很冤枉 但問題就是你一個 怎麼可以一夫當關 但最後你說這兩句出來 只是會好像覺得是 你承認賤 嘩 我不停撩你 終於引蛇出動了 不是引蛇出動 我的感覺是他兒子 實屬肺 然後 學一些網友 Facebook網友的留言 他們兩個 喂 好話不好聽 比鍾培生還差 不用上班 這兩個人 哦 那挺幸福的 你玩也不用上班 玩賓州也好 手指也好 大佬 玩狗也好 喂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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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吵不下就你不本事 別人吵得下 天天這樣玩 我想很快都很近了 如果這樣 有什麼問題啊 肥妹最多水 你又說得對 有料啊 你知道我 最有料是你 說一下另外一個 兒姐 我不知道 阿薛瑩兒在說 有多少人喜歡 這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廣東一個網紅女主播 叫安琪兒 他就是一個廣州的網紅 雖然我都是常常回廣州 但我真的沒有看過他的片 那他呢 有些人 網傳 他就是一個 有輕度智障的人士 他就去 這個自助餐廳 疑似海底撈 就去拍一些片 色情影片 但他不是polyfans 他就拿筷子夾著 那些水果 豬導遊最喜歡的 那些 就是磨擦下體 和磨擦自己的鏈子 那他就說 哎呀你看看我 正不正啊 就是做一些 噓噓噓噓的事情 如果他很正的話 就做了素凱琳 就不會是 拿一條舌出來 拿回自己的水果 然後又磨完下面 又拿又磨 火龍果磨下體 我只想到一件事 下面紅蕩蕩 紅蕩蕩 紅蕩蕩蕩 怎麼好看呢 還有網民爆料 其實他是月形肝炎的病患者 這個我覺得 有些搞笑 不是搞笑的 你知不知道 我有個朋友 他是月形肝炎 被人確診了 當然他現在是生了小朋友 但他生出來的小朋友 有很大機會有月形肝炎 還有他之前跟女朋友拍拖十年 搞事一定要戴兔 還有那個女生要打針的 那恐怖的嗎 會傳染的 月形肝炎 那會怎樣 腎是不是有事會很黃 我就是初步 我好像比Ace 那不是吧 我以為是搞笑的 會有機會 如果你的病毒可以大量肝炎死亡 到時你就走大樓那條路了 肝炎化 慢性肝炎 甚至乎肝炎 原來這麼厲害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小小過了一聽 月形肝炎 隔形肝炎 我以為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周街跟別人 口交 什麼精液 陰道分泌 你拿來拿去 正所說 針不刺到肉 不知痛 這就是正正 人就是這樣 但你不要那麼髒 但我覺得 為何一些人 喜歡看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做這些事情 蝕映兒為何紅 我都不太明白 你們是看她 笑她 還是怎樣 包括我們TVB ATV好像有蝕映兒 TVB也有個 翻版落好街 東涌落好街 只不過是早前生了小朋友 結婚 就沒有再出來幕前 之前都好像 入過外匯家做一些限國 他們都是一些醜化 我覺得 你說東涌落好街 可能沒有那麼醜化 但蝕映兒 還不是有少少問題 很明顯一定是有問題 那為何你們要 就是 要看她 我覺得是笑 笑 那就不好心地 有時候說真的 你出來幕前 有不同演員 都有不同的出路 或戲路 那蝕映兒出來 就是覺得大家看她 開開心笑 可能她也很享受 帶給別人歡樂 是吧 還有最重要的是 找到錢 她的HAPPY BIRTHDAY 那些短片 每個人瘋傳 每個人看完都笑 好吧 那先說一下這件事 台灣網紅 晚安小雞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什麼 我也不會看她的片 她去柬埔寨開直播 自編自導 自演說人家 騙了KK園區 囚禁 現在最搞笑的是 柬埔寨的警方 是拘捕他們 說什麼 煽動 跟中國大陸那一套都很相似 社會動亂 製造 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其實這些罪 很多國家都有 不是 那不是 整天都有人犯 是不是癡根的 柬埔寨 是不是有病 你們那個KK園區 這麼多真槍實彈的個案 你不去抓 做謠 KK園區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就是因為 警民合作 互相包庇 要不然 怎麼會行得這麼大 我覺得柬埔寨 是一個垃圾中的垃圾國家 那這也不是一個秘密 大哥 他當然聰明 警察合作 心想 警察說 這兩個人 明明我本數寶沒有他們兩個 難道好像之前尖沙咀的打冷袍 你交了保護費 但為什麼我沒有收到 沒錯 撐你的掣 我真的 找人關照你 原來你自編自導自演 好 你玩東西 我就要抓你坐兩年 最緊要什麼 沒有給陀地 大哥 警察都覺得 為什麼 我的生死寶沒有你 你自己伸個龜頭進來 我不斬你 那不是迅速破案 迅速迅速 好了 說回這件事 七仙宇 派一百萬利是 他好像比鍾培生厲害 這麼厲害 他是誰 當然 當然 他不騙你 他派一百萬利是 大家不要忘記 之前他東張西望 戴著帽子 戴著口罩 戴著黑超的傘傘 說他 騙他的錢 騙了一百九十萬 然後七仙宇出來說 沒有騙你一百九十萬 騙了你五十幾萬 哦 得問你 他怎麼派了一百萬 一封五千元 我不管他派不派 而是他現在又走出來 他上了這麼多這些報紙 人家就覺得 嘩這個人很紅 那些人覺得 他有料的就會 為什麼要幫這個神棍做這麼多 有個聽眾留言 他說 N這麼多年前 他還沒上Viu 還沒貼保錡的時候 還沒跟ERROR拍攝靈探節目 已經是問過 即是幫襯過他 覺得他已經留過流馬車了 哦 信者得救 那一句 我只是覺得 為什麼你們一個二個 經常都是 信一些不可能的事 Mission impossible 即是你們走去澳門 你是覺得 你會贏得洪生錢 哦 就好像你信這個七師傅 你真的信這個 淡仔阿姐會打救到你 是啊 搞笑 淡仔阿姐 這個形容詞非常之好 嘩 其實都是笑料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他有料 笑料和有料 麻煩香港人 最重要是政治 不同 OK 但可能有很多時候 有錢人的思維 跟我們一般人不同 好啦 我也不想說這麼多 記得 我快要搬家 還有你們不要看廣告 真的 不要支持 這樣說 好像不對 不需要看廣告 因為我一元都沒有 我都會繼續跟你們 只吹磨 如果連我幾百元都沒有 你們可不可以留言 和我吹水 這個是我唯一的 怎麼說呢 寂寞啊 的happiness 好啦 今集說到這裡 拜拜